白赤灯是如何制造的 它主要分为灯泡和灯芯两部分 灯泡比较简单 直接在模具里吹成固定形状就好了 而灯芯就复杂得多 首先将玻璃管加热软化 做成喇叭状的开口 然后放入导线和一根更细的玻璃管 再次加热喇叭管的另一端并加合起来 为保证喇叭口的畅通 会往管子里打入一道细细的空气 弯折导线装上灯丝 灯芯就基本做好了 所有将灯泡套在灯芯上 并对底部进行溶积 按着合体 把灯丝和其他金属丝封在里面 其实灯泡唯一的开口 是之前插进喇叭口的管子 机器通过管子抽出空气 保持真空 不过这仅限40W以下的小功率灯泡 大功率还得灌进一定的惰性气体 防止灯丝在高温作用下升华 最后融化 封住开口 接上底座 白赤灯就这样做好了 检测合格后 就能直接消瘦了